未按订阅的朋友快点按订阅啦 还有记得按小叮当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每次出的新片啦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厨良啦 不知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都很喜欢吃麻辣东西呢 但有时候我们未必那么有时间去做麻辣汁 我最近走超市 就见到有一只麻辣红油 看上去就好像很吸引 见过价钱又不是太贵 于是就买了一间回家试一试它的味道 那我就买回家之后就试一试味 又觉得它的味道又真的挺OK的 很适合做一些四川的凉拌小食 那我自己本身心目中就是想物色一些麻辣红油 就只是拿它的香味 那至于味道那方面我是喜欢自己去调味的 那我在超级市场走了一圈 就看看哪一样食材最有眼缘 那最后我就选了一盒鸡笋 所以今天就会用鸡笋去制作这个麻辣凉拌小食的 好大家是不是已经看完上面的食谱 是不是非常之简单 现在立即告诉你如何去制作 好首先我们要预备一些配料 鱼笋我们需要适量的 视乎大家的喜好 如果你喜欢多篩的话 你就切多些篩下去 另外我们就蒜头需要四粒 把蒜头拍扁去医 然后把它切成蒜蓉 我每一次切蒜蓉都在想 是不是要买回手动切蒜蓉器 我看外面的集货店都可以买 好像20多元 淘宝都可以塗的 它有条绳子之类的东西 就用手拉 大家有没有用过 好吗 如果好用呢 我也想买回一个 因为切蒜蓉的时候 不用就着来切 因为我经常就着来切 怕弹到到处都是 另外我们就需要预备五条辣椒 辣椒就把它去定 我就没有刻意把它切小粒 如果大家想辣味重一点的话 就可以把它切成小粒 好接着就到今天的主角鸡腾了 我就在超级市场 就买了250克的鸡腾回来 买回来的鸡腾 我们就把它放进清水 彻底清洗干净 除了要将鸡腾里的血水洗走之外 我们也要仔细地检查 每一粒鸡腾上 有没有东西要撕走 比如一些脂肪 如果大家在超级市场 找不到新鲜鸡腾的话 也可以去到鸡店搜 再找不到的话 也可以去到急冻店 去买火鸡腾 我走过急冻店 看到的火鸡腾 都是大约30-40元一盒 大约有300克左右 如果大家不吃鸡腾的话 也可以选用其他食材 比如猪耳朵 牛柏叶等等 大家看到我反复洗鸡腾几次之后 它的血水就变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预备一个锅 补一些水 把水煮滚 煮滚之后 将刚刚洗好的鸡腾 原侧 vere 放入灯 全池后 用大火将鸡腾煮 大概10hrm15分钟 煮多久 看见鸡腾的大小 同时间大家可以把薑片放到鸡腾 煮好雞腎后,便将瓊干水备用 我们在旁边预备一些冰 稍后我们将雞腎冰震一下 冰里面加冰水 然后将刚才瓊干水的雞腎 放入冰水中浸泡大约15分钟 这个动作可以令雞腎的口感更爽口 一样,如果大家用其他食材 例如我之前所说的猪耳、牛柏叶 甚至是冷面的话 大家可以在煮完之后 就一样放入冰里,让它冰震一下 这样可以令食材的口感更爽口 好,把它放在一边,别管它 接着我们就预备一个锅 加入适量的油 然后开中火 将蒜蓉和辣椒爆香 大家留意我们不需要将蒜蓉炸得太焦 当大家看到蒜蓉稍微变得米黄色的时候 然后就要将火转回小火 甚至是离火 避免蒜蓉炸得太焦 好,接着就拿一瓶麻辣红油出来 这瓶麻辣红油 我不说名了,因为我不是卖广告 这瓶麻辣红油 在超市买的,大约20多元 因为我看到它的成分 大家看不看得到 它上面写的配料 大概都是我所需要的材料 例如白芝麻,花椒,辣椒等等 最重要它不是太咸 因为我比较喜欢自己去控制咸度 市面上有些麻辣酱是非常咸的 它有个酱字的,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通常都比较稠和咸的 那些麻辣酱就不太适合用来做凉拌 这些酱可能用来做醃料或者炒菜 会比较适合一些的 然后我们就加入1茶匙的糖 3茶匙的盐 和1.5茶匙的蠔油 可以增添它的鲜味和颜色 那我们就把调味料拌匀 那这个就是自己调味的好处 可以控制它的咸甜度 那这个就是已经冰镇了15分钟的鸡腾了 那我们就把鸡腾切片 然后放入大碗里面 就加入刚才预备好的麻辣酱汁 那大家就不要一次过加麻辣酱汁了 那你先搅匀 然后试一试味 看看味道如何 那这样 那够味就不用再補了 如果你觉得它不够 才再補多少少麻辣酱 那让我先偷吃一口 那吃完之后呢 我觉得仍是差一点 那加剩下的麻辣酱就刚好 我家点了 如果我家里有青瓜 一定再配 eens切umer oppressor 太好了 那我没有青瓜 就这样要先把它移开 就让它搅拌匀 就装是eniщa Connect 其实这些浪拌小食先冰只吃得更很好 那如果有冰éma的话 大概先回榴梭可能 2、3小时就可以了 那夏天迪到 那大家记得 save我今日分享的食品 然后放假的时候,一如动手煮吧! 煮完记得和我分享,我等你! 还有,如果大家知道还有哪一种麻辣红油是超棒超好吃的话 都在下面留言告诉大家 除了大家想知道之外,厨粮我也很想知道! 希望你喜欢我今次的懒人食泡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记得给个like我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下集见,拜拜!